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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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一周就没了吗 喝啥呢 这个事情嘛 对吗 你笑有一些朋友 或者是你不跟我一起去 但你至少不至于说 每天拦着我也不弄我去 终于要一些个人空间嘛 所以你觉得这也是你们冲突的一部分 是吧 对 而且我跟你说主持人 我还觉得他这个人就是脾气特别不好 很暴躁 你看刚才他就要先抢先我说 女士优先怎么叫脾气不好 但我觉得他脾气特别暴躁 他有时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 主持人您看他 他就是总是在挑我的茶 他现在 他还总说我找茶 那我本来就是一点酒我都不喜欢喝 我闻到那个味道我都受不了 有一次他说让我去跟他朋友一起喝个酒什么 就是不喝就在那坐着 坐坐陪陪他们 我一想也不能说是总是拒绝 我说那行去吧 嗯 去了之后就确实 没怎么学习这一年 您看吧 主持人他就是特别不上见 就大学就是玩 就全都给他玩的 你看就是他爸爸给他钱这件事给了很多嘛 然后他就不会去想这个问题 我感觉也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还有他就是 在百和百和十二温暴躁 到万一温暴躁 那么 别说吧 就是这个人 一点本不 cents 最后的最后一架 好 就是 我必须 有免候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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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说一下 我觉得这个恋爱应该是以结婚为目的 我觉得才够真诚 我就是想问一下他 有没有想过跟我结婚 他说就过好现在 他说以后的事情再说 你就很伤心 对啊 我比较向往一个温馨完整的家庭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家庭出来的 我父母也是离异温身 而且所以我觉得不应该轻易许诺给一个人什么 而且现在我们又都是马上大学毕业 一切都还待定 也没有必要特别着急的就是结婚啊 或者敲定一些个就是需要承诺的东西 还是说 就像我说的 我说咱们过好现在每一天 我保证现在的每一天我们都是对彼此美好的 然后我们一起往下走 我们多可以出去走走看看 看看这个世界 多去长长见识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 方便问一下跟谁长大的 我小的时候最早是跟我姥姥在一起长大的 后来上小学之后我就是寄宿了 然后一直就我自己 所以一直在寄宿学校 对 那周末去爸爸那儿还是去妈妈呢 周末哪儿也不去 也是回我老那儿 然后再到后来大了我就自个儿回家了 就自己住 多大的时候自己住 上高中左右吧 周末不会相见吗 一家人 不会 有时也就跟我妈说我去我爸那儿 跟我爸说我去我妈那儿 然后哪儿都不用去 所以父母会在经济上面对你比较宽松是吧 对 反正我正常的开销花个一万两万还是很正常的我觉得 明白了 你呢 方便说吗 我比较特殊 我是跟我姑姑一起长大的 为什么 就是 我爸爸跟我妈妈 五岁 进入丘比特问卷 恋爱中的女生 最在乎的 是 你 在这边 我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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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的童年都有阴影 并不代表说 在没有离异的家庭的 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 就没有童年阴影 都有 但是难道我们每一个人 都抓住自己童年的阴影 或者过去那些不幸的经历 来当做自己人生的借口吗 不行啊 所以你们两个人 第一点要做的是 不要再拿之前的 原生家庭给你们带来的伤害 当做自己人生 未来的一个挡箭牌 第二 你们选择的人生方向 以及爱的表达方式 以及爱的归宿 都是不相同的 所以你们不是一路人 只是有相同的经历而已 搞明白 到底是因为心心相惜 还是因为爱 就这样 我对你们两个人 内心的创伤 有比较不同的看法 我最近在研究一个现象 叫离异交纵 离异家庭的孩子 有很多现在非常之交纵 为什么 因为家人 给予了过度的补偿 姑娘我跟你说 就你这个性格 你这个无法自控情绪的性格 绝对是从小被宠出来的 只有在家里面非常受宠 然后通过情绪的放纵 可以得到过度满足的人 才有这样的性格 然后再加上你本身就是一个 高明的一个状态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 交纵的表现 对于你也是 你受到的创伤 是在看待别人的评价 和眼光时候得到的创伤 在这个创伤上面 通过经济条件 给了你一个畸形的 和过度的一个满足 以至于你也很交纵 你的交纵 是在面对生活的时候的交纵 所以其实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说 我们不能说生活 如何折磨了你们 反而是应该说 生活对你们来说 产生了一种畸形的包容 这种畸形的包容 导致了你们现在 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正好是 你们今天来我们舞台上 所展现的问题 叫对于希望的态度 就你们两个人 对于希望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他对于希望的态度 是只看当下 我不去思考希望 你对于希望的态度 是我需要有一个人 给我强力地保证希望 对于你来说 说实话 你放弃希望的原因 在于你不愿意去承担责任 你对于所有确定性的东西 都嗤之以别 因为你认为这实际上 没有什么是确定性的 对不对 所以你不愿意 给他一个承诺吗 站在舞台上都不愿意吗 因为他不相信确定性 而对于你来说 你认为只有你说出来的确定性 才是确定性的 他说出来的东西 只在你脑子里面 幻想成一个确定性 所以很简单 对于你来说 去学会承担一些事情 用自己的努力 把一些不确定的东西 变成确定性 你会从中获得成就感 这种成就感 比父母给你的任何东西都要好 原生家庭的伤害到最后 都要靠我们自己来进行矫正的 你的矫正方案 就是我不断地去努力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确定 至于你 你就是承担自我 没有别的 一个人只有控制好自己 有控制自己的能力 你才能够把生活生活好 否则任何人都扛不起你 就这样 男生需要在生活当中重塑信心 你是个男人 你要承担自我 女生现在谈爱上早 你需要先给自己 做一个情绪控制的疗愈 男生你知道 你现在特别适合什么吗 三五知己 你们干点什么事 你不适合谈恋爱 你现在这个状态 跟谁谈恋爱 要不然就是别人伤你 要不然就是你伤别人 女生也是一样的 情绪都控制不了 你怎么谈恋爱 先活出自己 然后再恋爱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再来自我 今次回忍我 有点心 我 那么 我 来自我 不 有点心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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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要吗 我感觉不是 他太无力取闹了 不是 主持人 就是我们刚开始结婚的时候 我们当时也买了房子 也买了车 那当时的话呢 就有那个贷款的压力 然后我就跟他商量 我说要不我们晚一点要孩子 可是他就觉得 早点要孩子比较好 那后面他就跟我软磨硬泡的 那后来呢 他就跟我许诺说 你生完孩子之后啊 你会非常的轻松 我会给你做月子餐 把你和宝宝照顾得特别好 那我就答应了 但是我是没有想到 我就是生孩子这个过程 非常的痛苦 就是从鬼门关走了一朝出来 那我就跟他商量 我说那我要不我请个月嫂 可不可以 可是他不同意 我觉得肯定是 没有必要请月嫂啊 那我有陪胆架 我可以很好的照顾他跟小孩 那再说了 我也第一时间 把我父母接到身边嘛 也一块照顾他 再说了 月嫂也是个外人 那你肯定没有家人 照顾那么好嘛 那我答应他嘛 就说我每天给他做月子餐 我也做到了 他还很挑剔 不是主持人 他做的那个月子餐 他自己都吃不下 那么没有味道的月子餐 就是一点油一点盐 都没有那种 还有是 他爸妈确实是接过来 跟我们一块住 但是他爸妈也是上了年纪的 就是时不时说哪里痛 你说我怎么去 好意思让他们去 做那么多事呢 那最终什么事情 不是都是由我来做吗 那我本来生完孩子 我身体就比较虚弱了 我还要做这么多事情 我很无奈啊 我还是坚持 就是想请月嫂 可是他还是不同意 那肯定不同意 主持人您看 都这个节骨演唱了 对不对 那我爸妈肯定照顾了他 有大半个月了嘛 那你这个时候请 那不是直接打他们脸吗 否认他们吗 对不对 再说了月子餐 本来就是清淡 少油少盐的呀 他还在那里挑剔 我觉得他可能是 有产后寓意的当时 什么叫产后寓意 就是我觉得当时 我已经很累了 我真的是不想跟他吵了 我当时我就想着 跟他少一点矛盾好了 在月子里面的时候 我就把孩子带回了娘家 好了 我带回娘家以后呢 他就指责我说 我根本就没有 把他家里面人当回事 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 觉得我那么任性 你说我难不难啊 难 难 确实难 但是你认不认性呢 但是我已经 我觉得我并不认性啊 哦 明白了 他不是说你照顾的不好 他就要一个月嫂 月嫂来了未必就好 他要的是那种待遇 是那种成就感 是被关切 被关怀 特别地呵护 是吧 莎娜老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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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就这个时候 就要什么给什么就对了 只要条件允许 要啥就给啥 不就三十天吧 咬咬牙就过了 行了 理解了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 你叫什么劲呢 还较劲啊 他把小孩都带回去了 你不是直接就 间接打我父母的脸了吗 对不对 让他们很难堪嘛 你应该劝你爸妈 你说你看你这媳妇 多懂事啊 为了怕你们累着 直接回家累亲妈去了 这事不就完了吗 那情商不够还较劲 这事过了 孩子都九个月了 咱们再说月子 就没进了 对吧 往后说 往后说 后面呢 不是 后面的话 像我后面 我是觉得我的母乳 真的是严重不足 我觉得就是她月子里面 没有照顾好我 哎呀 真的 这个事情我就不说了 后面我就网上去搜 我觉得现在市面上 卖的那些配方奶粉 也是非常的有营养 是的 所以我就觉得 其实我当时 我觉得我心也确实挺累的 然后我就想着 跟她商量 我说 要不我们就断母乳吧 给宝宝喝奶粉 可是她不同意 我觉得她这种行为 是挺不负责任的 因为医院的话 都倡导就说 用母乳喂养 都说那个母乳的话 是小孩最好的粮食 我感觉她就 我感觉她就不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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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er range 我感觉她了 一点还不负责任 wall 你不是想着 一 Kris would 雨ai 然后看沙 优优独播剧场上 排卖 宝宝 半ado 吃木乳和吃奶粉差别不大 就是我觉得主持人 他还有就是 我觉得他有时候也是很幼稚的 就那时候他非常喜欢吃 我和宝宝的醋 就是我知道 吃谁的醋 我跟宝宝的醋 是儿子是吧 对 就是你看他确实是会 网上买一些衣服啊 玩具啊给宝宝 他就觉得他付出了很多 觉得宝宝就一定会跟他亲 那比如说宝宝如果说哭了 他哄半个小时哄不了 而放在我身上一哄 宝宝就好了 他就觉得宝宝是不是有问题啊 你知道更过分的是什么吗 就是宝宝学叫人的时候 第一声叫的是妈妈 叫的是我 叫的不是他 他就觉得很纳闷 为什么叫的不是他 他还去网上去搜索 他说宝宝第一声叫妈妈 而不叫爸爸正不正常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我觉得不可笑啊 因为我好几个朋友的小孩 他们也是第一声就是 先喊他们叫爸爸 我觉得肯定就是你平时 少引导他去叫爸爸 不是我少引导他去叫爸爸 不是宝宝他也有去叫爸爸 就是他叫的比较少 而已他有时候没听到 就是还有我平时 我都是带宝宝对不对 我看到有一些什么 亲子视频拍得挺好的 我也没什么事做 那我也跟宝宝去拍 拍了之后呢 完了他知道了 你知道他说我什么吗 他觉得我在做秀 还拿宝宝来当拍摄 我觉得真的是很气人 你知道吗 他说这些话 这一点我真没说错他 我跟你说 当时我看到的场景是怎么样呢 小孩已经哭闹几次了 想走了 他非得拽着他不放 要拍完他也给他走 你这不是把他当 玩具这样爽吗 对不对 再说了 他说拍视频嘛 就是为了纪念小孩的成长记录 这个我能理解 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拍过我上镜的 给了那个人设啊 就搞得好像一个上偶式婚姻似的 什么上偶式婚姻啊 他陪伴宝宝本身陪伴的就比较少 人家都说了宝宝 七天就一个样 那你像宝宝他翻身抬头 我甚至哪里这么上 我可以跟他翻身 这点灵魂 从来这边 我就是这两天 我也不会是 我 不过来 我 突然联系他你知道是干嘛吗 让他砍一刀 你不是我连网哪个 他们以为他手机出了问题 而且我跟你讲他买东西就算了 最让我接受不了的是什么 他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你像他那个婴儿车 他要买那种高端品牌的 就几千块钱那种 他又还要特别去给小朋友买那个洗衣机 挂臂式的那种也是几千块的 还有就是那个什么游泳池一样充气的 他得买这么大的 你说家里面根本就没有位置放了 你说他到底想什么 我能怎么想 其实我肯定是想给小孩一个 很好的一个成长环境 那我买的一些东西肯定都是为了家庭好 比如说买个婴儿车几千块钱 但它是多功能型的 如果说你买个几百块的只能躺 你是不是过几年又得换 是不是又得乱花钱 不是主持人 他一个月工资要是几万块钱 他这么花销我可能都能接受 可是他一个月工资就那么点 他心里没有数吗 而且我也跟你说了 我们要供房供车 本来日子就过得很紧凑了 他还这样子去花销 那我感觉根本就这个工资都根本就不够用 而且我觉得他就是整天感觉就是买买买 都是买宝宝的东西 你看我现在都已经付出了生育的代价了 我就觉得他只会买 然后我就觉得他只会去花钱 不会挣钱 我真的觉得他很窝囊 你这话说的 我觉得我觉得太委屈了主持人 为啥 为啥 因为我觉得我平时已经够努力了 我平时的话为了补贴家用 就我朋友那边开公司 那他需要人帮他优化代码 写个小程序什么的 那我不得晚上回来加班给他干吗 对吧 那他还现在这样说 我觉得非常无理 你还好意思说那个副业 是他确实是接了个副业主持人 可是他是有拖延症的 他是怎么样 晚上十点之前他是不工作的 每当我要跟宝宝睡觉的时候 他就在床上开着那个小夜灯 电脑打开来 听名唐唐的那里搞 你说他不是影响到 我跟宝宝睡觉吗 那人十点之前 不是想跟宝宝玩对不对 我就跟他讲 我说那你要不去客厅去工作 可是他又不愿意 那主持人跟您说 我平时下班回来都已经八点多 那吃个饭洗个早啥的 不得十点钟了吗对不对 那再说了 我在小孩旁边工作的话 我可能更有灵感 或者更有动力呢对不对 再说我可以看着他们睡觉 我觉得这画面挺温馨的 那不过他在挑剔什么 不是 我是觉得他都知道了 我身体本身就不太舒服 当时坐月子就没有坐好 那你想想十点钟 宝宝他本身就是要睡觉的时间 你这样子去搞 你不觉得搞得全家都没法睡吗 而且我跟你讲 他那个时候这样子去搞 整天就是做那个副业 做得三更半夜的 我觉得他那时候身体也没那么好了 就是时不时地就生病 那时候呢 他家里面人看到他之后呢 又来全怪我 为啥 哎呀 就觉得他 他为这个家庭付出了这么多 干双份工啊 然后就觉得我好像 没为这个家庭做什么贡献 还这抱怨那抱怨的 那我就想说 本身你就是吵到我跟宝宝睡觉了 再说了 你本身你又大手大脚地去花销 你要不大手大脚地花销 你至于去做这个副业吗 而且你买东西 只会过着买宝宝的 也没有想到买给我啊 哎呀 这是关键你知道吧 最后一句话 所有的话 最后一句话是最关键的 每个节日 我都会给他准备花跟礼物 他会觉得我什么都没付出 那我肯定是 主要是买宝宝东西 肯定是为了整个家庭好啊 我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像宝宝九个月 他能有中间有什么个节日啊 你每天买的十样东西 都是九样都是宝宝的 我觉得都可以忽略我的礼物了 好好好 还说人家吃醋 看是你吃他跟宝宝的醋 谢谢大家 这就是我的宝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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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等我皮肤恢复好一点再去吧 主持人 你觉得他有为我考虑吗 那谁生完孩子之后身体不是臃肿的吗 我确实我对我自己的身材也是 我觉得我也是很介意啊 所以我就想着 那他拍血诊有那么着急吗 那他不能等到我身材好的时候 再去拍吗 是不是 行行行 这事你做的不好 没了吧 还有就是有一段时间 他沉迷于刷什么视频 什么单亲妈妈的直播 我就觉得 不是 他看这个东西干什么 而且我跟你讲 主持人 他那个妈妈还挺漂亮的 你知道吗 他有时候看得好入迷哦 我喊他的都还不听 还听不见 那我平时下班回来刷个视频的权利 那肯定得有嘛 对不对 那我看视频很正常啊 但再说了 我看这个直播的话 那我同时我觉得他非常的可怜嘛 不是 他觉得他可怜 他不觉得我可怜 我觉得我很不平衡 你知道吗 那我每天为了宝宝 那洗衣服 那宝宝的一切都是我去打理 那他为什么不可怜一下我呢 对 你为什么不可怜一下我呢 我有啊 谁说没有 我平时也会帮忙做家务的呀 还有 我觉得他最过分的是什么 我们以前谈恋爱的时候 就是我们平时就是会去楼下散步 结完婚 生完孩子之后 这个散步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 那本来散步次数就越来越少了 他居然还好几次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你看一下那个 这边的那个小姐姐 这个搭配好漂亮啊 穿着好漂亮 那个小姐姐的发色啊 我觉得挺时髦的 不是 主持人他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我就是觉得好看单纯 但是我想跟他分享 但他去好了 看也不看 直接大机上跟我吵起来了 我觉得太敏感了吧 做什么事情都要斤斤计较 好 明白了 你们两口子生一个娃 让我看到了你们曾经的幸福 就今天说这些点滴 你觉得这确实一对是幸福夫妻 现在其实也挺幸福 但是他们看不到 我看看你们四位怎么办 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丈夫说你们是上偶式婚姻 那你刚才认为是上偶式婚姻 不知道 DoubleNo.都是的话 你自己嫌疑的 那么我们是买了 三位前面的 但是我们是上偶式婚姻 好人家终于是你 我来买了 还是摆倒 我去的是你的 你在哪里 那里 在江户 我去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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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问题 母主问题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诋毁一个母亲 关于母主的决定权利 第三点 第一声叫妈妈这个问题 甭管他第一声叫了妈还是爸 第一声那是无意识的 你还学育儿呢 你还看那些育儿视频呢 你看哪儿去了 第一声的爸爸妈妈是无意识的通话 第一四个问题 你说孩子跟谁亲的问题是吧 在孩子三岁以前 谁陪伴时间长 孩子就年谁 未来只要父亲和母亲对孩子的爱是健全的 那么孩子在这个人生当中他是快乐的 他跟谁都会是亲的 那我问你 你跟你爸亲还是跟你妈亲 都亲 不就完了吗 你现在让你手心手背翻出来 你说哪个重要 我们谁都评价不出来 所以你争什么呢 以上四个问题说完 我说你们两个人 现在存在的问题啊 第一 你们不会表达爱 其实你们对对方满眼满心都是爱 但是因为一个孩子的到来 打破了你们曾经生活的模式 你们需要重新去磨合三口之家的生活模式 发生问题的时候 大家不要用对抗的情绪去解决问题 而应该放下对抗 多表达爱和关心 其次其实归根前提就一句话 你对我关注变少了 你说爱我的时间变少了 那你要怎么做啊 你就把这时间补回来不就好了吗 这个时候他是最需要关怀的 最需要爱的 你多抱一抱他 多说一些关心他的话 你看他还有脾气吗 你就算不给他买东西 他也一样没有脾气 同样 女生 咱不能以生个孩子 就变成自己的资本 还是各种的矫情 是我们做妈妈很辛苦 但是我们也要适可而止 就是你要能够看到他身上的优点 和他作为父亲尽心尽力的那一方面 你说他每天上一家班不累吗 他回来也不少陪伴孩子 对不对 所以你也要学会多表达爱 多去关心他 你要肯定他对这个家庭和对你的付出 你要鼓励他要继续对你和这个家庭 这样付出下去 你如果每天否定否定否定 那他之后他就不会再这样做了 因为他得不到认可 他在这个家庭没有价值感 明白了吗 这个月嫂的事情几位老师都说了 你知道怎么去让他宣泄情绪吗 你不知道对吧 我估计你也不知道 今天他在台上啪啪啪啪那一顿骂 就是说 咱们就吃了 饭 穿了 说 吃了 加点 第二 сем 还 睡 舌头 就 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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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被骗 来 余老师 都是为了孩子 千万不要双了夫妻感情 双了夫妻感情也就双了孩子 肯定双出 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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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看人家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请开门 啊 哎呀-,刚才 масс impressions 驻不点 还有 哎呀 啊 来来来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再一次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